在第一种解读中 成绩一生被直接翻译成了基连 这样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基连有很多 比如说2017年 2029年 2041年 甚至更早的1993年和2005年也都是基连 因此不少的网友对于这种时间定位的方式感到不够严谨 相比之下 我更趋向于第二种解读 因为它与推背图的时间锚点更为齐合 从以下内容开始 所有名干词使用谐音 请大家自行发译成正文理解 首先我们要明白 成绩一生的关键不在于基 而在于尘 在古代 尘可以通尘 表示早上的七点到九点的时尘 因此 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尘 而不是基上 那就可以从历史上寻找一个与尘相符的时间节点 目前有两个时间节点比较符合这个条件 第一个是2012年人尘年 第二个是2024年假尘年 让我们先用排除法来分析 2012年虽然是人尘年 但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件与之匹配 那么 2024年是否是那个关键年份呢 别急 我们再来看推背图端的第43项 黑兔走入青龙学 郁静不静会可说 首先解释一下 郁静不静会可说这句话的字面意思 这是一个要死没死 没办法去说 而黑兔走入青龙学 则是锚定时间点 那么 黑兔青龙学 是哪一年呢 答案是1963到1964年 2023到2024年 以及2083到2084年 每60年一个循环 关键的时间节点再次出现 2024年 不仅如此 推背图端 郁静不静会可说 和其道大衰 这两句话 细细品味 似乎在相互呼应 我们用一个人的健康情况来形容这种变化 其道大衰因为一个人不转眼走向衰老 慢慢地耗尽生命的能量 郁静不静会可说 对应到了要死还没死 都没办法去形容的地步 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由强盛的壮年走向衰老 慢慢地消耗能量 到了要死还没死都没办法说的地步 两个预言非常契合 完美呼应 而且两个预言都指向同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2024年 那么这一切真的是否会发生呢 我们逆铁为证 三年后我们回头再来看 那问题来了 起到大衰要到什么时候了 大衰之后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呢